亲爱的学员您好,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您了解如何在线支付和购买您想要学习的课程。 首先,我们来到truytraining.com,如果还没有注册的同学,请点击右上角的注册。 在购买课程前,我们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那么,已经注册好账号的同学,请直接跳转到这里,继续观看。 我们在点击注册以后,尝试昵称,昵称需要全英文的字符。 昵称是具有唯一性的,所以如果系统提示您昵称重复了,请尝试在昵称后面添加数字。 下面填写您的名字,请大家确保写真实的邮箱和电话号码。 因为我们要根据这两项信息,给您发送相关的课程课件、直播客通知、地址以及群达仪。 我们的密码要填写至少八位字符。 提交注册后呢,我们需要到刚刚填写的邮箱里面去查找邮件并激活账号。 这里我们打开邮箱,找到邮件,点击进去。 那么点击激活账号,或者复制下面的链接到浏览器打开。 像Gmail Outlook这些邮件服务商会自动地把邮件进行分类。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在收件箱内找到您的邮件,就点击Other等其他的邮件分类。 比如,如果您用的是Gmail,那么请点击邮箱里的Promotion促销,或者Junk,或者Spam,就是垃圾邮件。 那么,通常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您的注册邮件。 如果在验证中出现任何问题,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联系我们的助理老师帮助您。 账号验证后,您将自动登录您的账号。 这时候您就可以点开您想要报名的课程的页面,然后点击加入购物车。 我们目前的付款方式有四种。 一,信用卡支付。 二,微信或支付宝支付。 三,加拿大境内可以使用EMT支付。 四,各个国家都可以使用PayPal支付。 首先我们看如何使用信用卡支付。 请选择信用卡付款。 确保购物车内所添加的课程是正确的。 然后点击下面的Proceed to Checkout。 提交。 请在左边填写真实的联系方法与信息。 因为我们会通过邮件和电话给您发送课程通知以及课件。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和您的注册信息一样。 填写完毕后呢,点Place Order。 即可以完成信用卡支付的课程购买。 关于如何上课,请观看这个视频。 如果您想用微信或支付宝付款, 那么课程加入购物车后, 请选择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 请确保购物车内所填写的课程是正确的, 然后提交订单。 同样,在下方填写真实的联系方法与信息。 然后,打勾同意网站条款。 点击提交订单。 网页将跳转显示付款二维码。 请用微信或支付宝扫码付款。 付款后要耐心等待一下。 在这个等待期间,不要刷新屏幕。 课程购买成功后,将显示订单确认页面。 关于如何上课,请观看这个视频。 如果您是在加拿大, 有EMT付款, 请付款到这个账号。 4.PayPal支付 各个国家都可以使用PayPal支付。 目前我们仅收美元和加币。 PayPal支付请付款到下面这个邮箱。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关于选课、付款、上课、直播、答疑、 如何获得证书等等信息, 请到我们的网站上, 点击如何报名和上课。 希望我们的这个小视频能够帮助到您。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学习体验。 我们的这个小视频能够帮助到您。